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南洋大学推理社 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 不对 这里头有问题 我们摔车的那个弯道 和事故现场极为相似 同样的事故情形 一天进脊椎锻炼 我和李小崇却相爱护士 这就是问题的存在 一天进的死 不是事故 是谋杀 不费一枪一弹 杀人于无形 还能完美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就是传说中的 概率杀人 下建国 下法案的负责 老周 下法案的妄言交 李国安的设计 也是下法案的好友 秦亦凡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解开谜题的关键人 我以地人吗 它无非就是借助大数据 地理搜出可以匹配的供体 如此而已 应用了我们哪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谁啊 这么大规模有秩序的进攻 这是一个集体行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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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